中文字幕——YK 这里就是皮山县索边自杀任务最后的空白点 和今天即将完成的这一段索边自杀工程的建设现场 那么从空中俯瞰呀 整个的现在已经建成了绝大半的这个索边工程 能够有效的阻止沙漠向外围的蔓延 这些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搭建的这个组杀的工程设施 名字叫高历式的杀杖 那么顾名思义他们是突出地面部分的一个历式的这样的一个组杀的措施 那么要建成这样的组杀的措施 首先要安装一个一个的木桩 将木桩打入流杀之中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 再用铁丝在这些一个一个相距大概两到三米之间的木桩之间 织成一道铁丝网 那么最后呢则是用干芦苇 大家看到的这个土黄色的这个干芦苇 一根一根的将它固定在这些铁丝上 形成一个组杀的面 或者一个咱们理解成一个贴近地面的一道组杀墙 锁标制杀工程全部完成以后 在杀杖的靠近县城的这一侧呀 将在明年开出的时候陆续分三期建起光伏发电站 那么在未来呀 这些永久式的光伏发电站将和这一些高利式杀杖 相互配合协同来起到长久的吻杀固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场连线前 我从和田地区的林草局得到了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 从去年到今年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啊 和田地区就派出了近54万人次的干部群众 参与到了这一场锁边制杀的阻击站当中 那么在今天皮山县的这个空白段即将完成最后的施工工作 目前呢 于田县还剩一公里的锁边任务 那么这一公里完成也预示着塔克拉玛干沙漠285公里锁边任务 将全部完成实现河楼 于田县这一公里的锁边任务呢 主要是依靠生物制杀的方式来完成 也就是种植植物 通过机器的方式呢 将沙子压平 那么最后呢 机器上面的工人呢 会将一颗颗植物栽种下去 那么机器的中间呢 还带有一根滴灌带 这些滴灌带呢 在种树的同时呢 也会铺设下去 下一步呢 我们将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综合治理为重点 通过实施生物制杀 工程固杀 以及光复制杀相结合的方式 继续拓展锁边防护带的宽度 以实现沙源不扩散的目标 仅仅把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 在知沙的过程中 逐步试验 我们还有这个缩缩洪流和酸枣套种 地下室肉丛容的有经济收入 树上有酸枣的经济收入 实现双层经济收入 结妹们总烦恼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 强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 全校精华 精华刷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